女星张新宇自从和武警军官和杰公开恋情后,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。 类似张新宇这样的女星成为君嫂的并不多,很多女星都是嫁给了富豪或圈内人,而张新宇则嫁给了君人,一旦成为君嫂也就变得不一样了,一言一行也和其他女星不同。 最近,张新宇和和杰在结婚后,频频被网友偶遇,据说正在休婚嫁,张新宇还将和杰带到了老家,两人外出帆布,也是如老夫老妻一般,甚至由网友突出两人合影,被网友趁越来越有夫妻相。 而张新宇在今天又转发了,我就是演员的预告,因为张新宇也参加了这档节目,女星张新宇一直以性感闻名,此次曝出舞台上的制造后,就被网友们惊叹张新宇好身材,真是非常的性感,身材是超级棒。 不少网友认为张新宇身材和颜值都是没得挑,至于演技还需要加油,此次参加我就是演员,估计张新宇也是想挑战一下自己,毕竟能够登上这个舞台,都需要一定的勇气,类似一些小鲜肉明星就不敢登台,只是由网友吐槽,张新宇最后还是输了。 和张新宇演对手戏的则是张新宇,甚至还在戏中被狠狠的伤了一巴掌,张新宇所出演的如意传正在热播,其所出演的角色也是受大家喜欢,演技受到了肯定,可见,张新宇的演技还不是张新宇的对手。